男生怎么穿最让女生着迷呢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人靠衣装马靠鞍 有的时候女生见你第一面呢 她首先看的不一定是你的长相 而是你的衣品你的穿搭 而好多男生最挠头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穿 那怎么办呢 别着急啊 今天我手把手的教会你 来先点赞再观看 首先你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呢 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 就是你少穿那种卫衣卫裤啊 尤其是带卡通图案的 还有运动鞋也要少穿 这种衣服它就属于可爱风 想吸引女生呢 你得穿那种能够展现你男性魅力的 偏性感的 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 性感不是让你漏 男生你可千万别穿那种 带网的微透的 太下头了那种 如果说你还想找对象的话 你就听我的 那么男生的性感路线怎么走 我告诉你几个词啊 一会儿你去搜一搜 美式复古 法式工装 长春藤学院风 军事风 英伦牙匹 普托西部牛仔 这些风格呢都是很不错的 就是男生穿这些呢 就相当于女生穿黑丝高跟超短裙了 属于性别特征较强的穿搭 性别特征强就叫性感 性感惹人爱嘛